啊 那 哪 大家好我是马丁 上一期我们讲到 柯南一家三口去横滨中华街吃饭时 遇上了命案 期间小兰的身体越来越不舒服 案件解决后 终于撑不住晕倒了 在朦胧的意识中 想起了过去的一件案子 是他和新一在纽约时发生的 也是新一退里的第二期案子 工藤新一纽约事件 纽约街头 新一的妈妈工腾有戏子 开着心爱的跑车前来接机 车外喧嚣繁华 车内此起彼伏 原来是小兰和新一正在伴嘴 小兰埋怨新一没有叫他起来 害得他差点错过 从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上 看马哈顿夜景的机会 钢铁之男新一觉得这不是他的问题 而小兰在飞机上不好好睡觉 才会导致他一上车就睡 但究其缘由 海尔行程太赶了 原本他们计划到洛杉矶之后 休整一天才来纽约的 但有希子的好朋友 突然送他几张 最近很流行的音乐剧的票 今晚8点在白老汇魅影剧院演出 所以新一他们一到洛杉矶 就立马转机到纽约 他们紧赶慢赶 终于是赶上了 但万万没想到 披露出现在有希子身上 美国从4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开始进入夏令时 整体时间要提前一个小时 从这座桥到魅影剧院 开车只要40分钟 现在还不到7点 按理说时间绰绰有余 但有希子和朋友约好了 要在看眼前一个小时到 然后去参观后台 现在他完全忘了 还有夏令时这回事 时间硬生锁短了一小时 不过作为暗夜男爵的女人 暗夜男爵夫人怎么能轻易认输 于是乎几个超车飘移之后 终于按照约定时间 到达了剧院门口 但车刚停稳 警察随后就找上门了 信号纽约市的木木警官 啊不 拉迪修雷伍德长官 及时出现帮他们起了围 由希子准备向拉迪修表达心意时 只见对方一把私下脸上的伪装 露出自己的真实容貌 没错 他不是真正的拉迪修 而是美国的超人气女影星 沙朗温亚德 沙朗 又名贝尔摩德 克里斯温亚德 明面像是美国女明星 私底下是黑羽组织的重要成员 早年和有希子一起拜魔 说是黑羽道义门下学习易容术 学艺精湛 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不像有希子 那他为何要伪装成拉迪修的样子 原来 刚才拦住有希子的警察 就是沙朗的影迷 在等有希子的时候 和对方聊了一会儿 恰好对方的对讲机响了 说是一辆银色的车子 用超长的速度向这里驶来 直觉敏锐的他猜到了是有希子 于是就易容成了拉迪修颈部的样子 帮有希子把警察打发走 小兰觉得在纽约街头遇到这样的名人 真是太幸运了 要好好感谢上帝才行 听到小兰如此天真的话语 沙朗表示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上帝吗 如果那种东西真的存在的话 那些拼命努力的人 就不会陷入困境了 天使也从来没有对他微笑过 一次也没有 他的人生只不过是不幸的继续 初登舞台当天 父母葬孙虎海 得到奥斯卡奖的第二天 丈夫病逝 唯一的女儿克里斯也在丈夫祭日当天 用他交给他的一绒术一绒成他丈夫的样子 站在他身后跟他开玩笑 不管女儿是出于何种目的 这个举动都伤透了他的心 他因此和女儿断绝母女关系 算起来 有十来年没有见面了 所有几人来到剧院后台 见到了音乐剧的主角们 为了方便记忆 我们就用他们身上的裙子颜色来称呼 分别是小红 小绿 小蓝 和小橙 此时他们正在为一个包裹头疼不已 三天前 剧院收到一个包裹 包裹里有一个涂满金色颜料的苹果 上面用动物鞋写着 For the Ferris 因为大家演出的音乐剧也跟金苹果有关 所以女演员们一致认为这是恐吓戏 只有剧场的首席明星细思不亦为然 认为这只是恶作剧罢了 殊不知 危险已经悄然降临剧团 劫后余生的小红 PE时间不是去感谢救了她一命的小蓝 而是感谢力带墙边的镜子 据说这面镜子是他们剧团的守护神 平日里对她爱护有加 容不得有意思闪失 为了节省地方 剧团的舞台服装就吊在了上面 只不知道谁把这个厚重的铠甲也挂上去 导致绳子不堪重负断裂了 突然发生这种意外事件 上朗似乎是预料到了什么一样 留下一位深长的一句话就先行离开了 外面稀稀利利的下着雨 舞台演出也进行到了高潮时刻 现场烟雾弥漫 扮演天使的西思华婉从镜子后面升起来 接着舞台上方有一道红外线照相舞台 伴随着红外线一同出现的还有砰砰的枪声 尽管新一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并追了出去 但凶手还是逃走了 只在地上遗留了一个弹壳 随后纽约木木拉迪修带人看验了现场 根据子弹的升入角度来看 因而被上方40度的角度袭来的子弹器中 也就是二楼的第一个包厢 随后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个推理 一个月前 有一个装扮可疑的人买了那个座位的票 此时的实体上还有两个一点无法解释 一是死者的脖子上有个烫伤的痕迹 二是右手的血迹有刮蹭痕迹 像是摸了胸口之后又摸了什么东西 但他的衣服上又没有血迹 而且中枪之后就被吊起来了 应该摸不到其他东西 知名演员遇害 抓不到凶手就算了 连线索都没有 好朋友工藤优作也在赶搞无法帮忙 拉迪修头都大了 拉迪修一抽莫展的时候 小兰提出让新一来解决 因为他在飞机上亲眼见证了新一 从调查到揪出凶手的全过程 他觉得新一很厉害 这次也一定可以 果不其然 新一已经锁定了闲人范围 就在那四个女演员里 案发后 他第一时间去了二楼那个包厢看了 掉在地上的弹壳根本不热 说明是凶手事先放在那里的 案发时 那道激光瞄准 看似是从包厢射出 但舞台上烟雾缭绕 雾霾防激光 所以根本就无法分辨 是从哪里射向哪里 极有可能是凶手为了迷惑大家 故意为之 开眼前铠甲掉下来的地方 也是一脸穷穷 地板上有跟被钉子勾住的细铁丝 铁丝的一端 还有历刃哥哥的痕迹 铠甲上也有同样的铁丝 说明是人为放下铠甲 而不是意外事件 这道沙朗要带他们参观后台的 旧剧团的演员 因此嫌疑人就在那四人当中 经星一这么一说 有西子也想到 他们四个确实有做完动机 因为西子同时跟这四个人交往 准确的说是 小兰是正牌老婆 其他三人是小三小四和小五 真的做到了家里红气不到 外面采气飘飘 而在同一个单位里 对此拉低秀有些不解 西子的身高足足有一米九 他们的身高都在一米九以下 凶手是如何从上方射杀 一个比自己还高 又站在镜子后面的人 并且案发时 四人不是躺着就是跪着 唯一站着的人是小绿 但他要做出双手抱头的姿态 如果手里有枪的话 很快就会发现了 为了解开这个秘密 西子就让小兰取着节目单 站在镜子跟前 没想到还真就让他发现了两个细节 一是镜子没有死者高 二是镜子有修不过的痕迹 据他们所说 这个镜子是几代传下来的剧团护身符 如果有损伤 大家都会不安 所以使用时都很小心 怎么会修不过 随后又在镜子后面发现了一个升降台 升降台的盖子上夹着一根羽毛 打开盖子 在上面看到了两道弧形血迹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凶手的做完手法了吗 西子的身高大约是一米九 差不多就是小兰的身高 加上节目单的长度 但刚才小兰站在镜子前的时候 节目单从镜子上面露出来了 但是在演出的时候 西子的头没有露出来 他背着翅膀也没法蹲下 说明他当时站在升降台里面 随后被凶手从镜子下面的缝隙和铁盖子的栏杆之间拿枪射击 不出心意所料 警方在升降台里面找到了被枪击震落的其他羽毛 血迹以及弹壳 而在场的人里面能够做到这件事的 只有当时倒在镜子旁边的小红 小红为了让工作人员使用升降台 悄悄把作为护身符的镜子打破 工作人员知道镜子的重要性 所以看到破损之后没有声张 只是把那部分割下来修不好 由于镜子短了一截 只能用上本来就没有打算使用的升降台 小红得手之后 就把手枪放到死者的胸口 死者胸口的烫伤就是这么来的 吊声一停 手枪就被震落 让人以为手枪是从包箱上扔下来的 但他万万没想到 放手枪的时候 死者用沾满血迹的手抓了他一下 所以死者手心的血迹才会有刮蹭痕 从案发到现在 小红一直没有机会处理手套 因此现在只要把他手套翻过来 就能看到死者留下的血迹 那他为何会对自己的情人下手呢 仅仅是因为他花心吗 但他花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藏在化妆台镜子上的照片里 别人贴的都是与死者十分亲密的照片 但小红贴的却有死者扮演的天使的照片 说明他爱的不是西斯这个人 而是他所扮演的天使 听说西斯准备转行去拍电影后 小红实在无法接受其他的男人来扮演天使的角色 所以就计划让西斯以天使的身份死去 生命永远定格在他所喜欢的角色里 本蓝开甲掉下来 他衣服被勾住无法躲开的时候 他以为自己死定了 没想到上帝还是眷顾他的 让天使蓝救下了他 不然这个计划就无法完成了 为此在被警方带走之前 还真情实感的对小蓝表达了感谢 正是这句谢谢你我的天使 让小蓝开始内疚不安 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如果她没有救下小红 那西斯就不会死 好歹随后发生的惊心弄破的事情 解开了她的心结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西姨的感情 由于有戏子要去警局做笔录 便让小蓝和西姨自己打车回宾馆 并嘱咐他们要小心流窜在纽约截图的日益杀人魔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经过一个小巷子时 沙朗送给小蓝的手帕不小心被风吹出窗外 飘到一栋废弃大楼的扶手上 西姨上楼去拿手帕的时候 小蓝看到迎面走来一个长发男子 以为对方就是近期令人闻风藏蓝的日益杀人魔 没想到对方只是询问他 有没有看到一位可疑的银发男子 如果没有就尽快离开这里 这里不安全 迟迟不见西姨下来 小蓝就上楼查看 没想到正好碰上了银发杀人魔 当杀人魔准备开枪射杀小蓝的时候 意外出现了 沙尔摩不小心从年九十秋的护蓝跌落 幸好天然兰及时抓住了他 被小蓝和新姨救上来之后 沙尔摩问他们为何要救他 当时新姨是这么回答他的 文言沙尔摩心头一震 小蓝也如实重负 原来救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他在情急之下救了小红 他没有错 西斯的死与他无关 小蓝想通的同时 他也因为高烧忽敏了过去 为了小蓝的安危 新姨决定放过银发沙尔摩一马 但下一次 绝不愁软 他要亲手把他送进监狱 殊不知 真正的沙尔摩已经死了 眼前这个男人是今天刚见过面的 沙狼假扮的 而小蓝在巷子里看到 头戴黑色针织帽的男人 是FBI的赤锦秀衣 第二天 沙狼打电话关心小蓝的身体 得知小蓝睡了一觉后 除了忘记昨天发生的事情之外 已经没有大碍了 便让友席子转告小蓝 他好像也遇到了他的天使 以上就是明探柯南共腾新衣纽约事件的 全面内容了 希望喜欢马铃铛故事的朋友 可以来个三连支持一下哦